公元200年,袁绍兵败关渡,两年后,袁绍重病身亡。 曹涛趁袁绍两个儿子袁坛袁上争卫胡斗,跨过黄河,历经五年征战,于公元207年彻底平定北方,一跃成为东汉末年最强霸主。 这一变化也使得天下格局从群雄混战过渡到一超多强阶段。 东北公孙康割据苦寒辽东,无力争锋中原,西北寒嘴马腾占据甘汉梁州,难以有所作为。 西南张鲁刘张盘踞贫瘠汉川,懦弱只求自保。 江南刘表孙权,虽然坐拥江汉之险,但一老一少制衡不稳,内部派体林立群臣不合,攻击无力,防守不足。 反观曹操,以战仰战,军力不减反增,兵足迅速扩充至二十余万。 其中,步兵,骑兵,弓兵,弩兵,兵种丰富,兵有尽有,谋士政客,将领参军,人才精悍,源源不断。 在疆域方面,横跨黄淮两岸,树川内外关中,天下十三州,曹操独占八州,揽天下人口十吃七八。 在经济方面,曹操兴万屯田,扶植耕种,农业恢复十分迅速。 在政治方面,仍旧将邪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紧握在手中。 至此,四方有识之士,也清楚地意识到天下已经无人能独挡曹操。 这时候,曹操五十四岁,正式进入末年。 时不我待,壮青不已,也企图在有生之年实现统一宏图。 在决策南下时,曹操通过孙权三征江下,看穿孙权寄予荆州的野心。 荆州处江南附近,水流顺北而下,外以长江汉水为环带,内以山地丘陵为贤族。 城池坚固,卧野千里,百姓富有,战略地位极其重要。 孙权一旦占据荆州,东吴将成为又一个跨州的割据势力。 其一,战略纵深翻倍增长,其二,水上防御体系更加完备。 到时候,征服江东的难度将会直线上升。 但是,如果几方抢先一步得到荆州,便可顺流而下攻取东吴,继而回军夺取孤立的一州。 最终,三面包围汉中张鲁,实现天下一统。 因此,随着事态的发展,天下目光纷纷转向荆州。 为了抢夺先机,曹操不顾修养方针于公元208年7月,不齐双驾,开始南征。 孙权,曹操,刘备,已处在漩涡中心的刘表四方博弈。 最终,以刘表并亡,刘备联合刘齐退守江夏。 曹操接受刘表之子刘从投降,成为最大赢家的局面而结束。 荆州之战前后历时三个月,曹操为遭受重大损失,即占领江汉平原、襄阳,江陵两大要点,接受荆州其他各军归降,其升危达到用兵以来的顶点。 并且,曹操在收边刘表水军之后,得以控制长江中游,不但具备了大规模的水战能力,而且处于东可以进攻扬州,西可以进取益州的游历态势。 面对强大的曹操,突然出现在身边,南方势力迅速分化。 一周刘章开始服从征调向曹操示好,江东官员预料曹操终将统一天下也倾向于投降,而以鲁肃周瑜为代表的少数主战派,则积极主张联合刘备,抵抗曹操。 与江东相同,这时候曹操集团也在平南事宜上出现了重大分歧。 关于孙权、刘备两股势力的动向,多数人乐观地认为,目前震慑东吴的机会十分难得。 如果趁凭江汉之威,借助东吴投降派的力量,一股作气大军压境可获取重大利益。 孙权很可能杀掉刘备,充当第二个刘从,而谋将成玉则持相反意见。 成玉认为孙权刚刚上位,还未赢得江东士族的敬畏,而曹操无敌于天下,刚刚拿下荆州,威震大江两岸。 孙权虽然有些谋略,却不能独挡曹操。 刘备英明在外,关张二人皆万人敌,孙权必定资助刘备来防御曹操。 孙刘一旦防御成功,到时危难解除,双方必然分离。 而刘备靠孙权资助成功之后,实力大涨,孙权也将失去杀掉刘备的机会。 对于众人的不同看法,谋事贾许结合当下敌我形势,向曹操提出较为稳妥的计策。 曹公昔日破元氏,今又收汉南,威名远扬,军事大张。 如用荆州府劳供养官吏,服务百姓,使之安土热业,便可不劳重,免刀兵,使江东自行臣服。 加旭建议采取风险少,代价小,积极稳妥,花费十日的持久方针,先进行修正,争取荆州人民的支持。 等在荆州站稳脚跟之后,从容逼降东吴。 但加旭这一仰威持重,后途东吴的战略规划,曹操最终还是没能采纳,决意立即发兵扫平江东。 为了消除后骨之忧,曹操早先就以于晋、张辽、张和、朱灵、李典、陆昭、冯凯其军分别部署在乳婴和淮水之间,负责保卫许多的同时安定策意合肥的局势。 为了达到明令禁止更好的协同作战,又调张灵太守赵岩为都督护军,监护统领其军的行动。 由于荆州刚刚臣服,人心未稳,曹操又安逸重将命越近镇守襄阳,徐晃镇守樊城,曹仁镇守江陵。 以荆州降将文聘为江夏太守率锁点北方兵驻扎于汉水入江处的石阳,安定并保留江夏军进,防御敌军沿汉水北上骚扰后方的襄阳。 在正面战场,曹操将15万北方军以及8万荆州降兵迅速整合成20余万水部联军,号称80万。 命使者带书信前往江东的同时,曹操亲率大军从江陵出发,沿长江顺流,水路并进,以下口,柴桑等要地为目标,寻找孙流水军予以歼灭。 面对大军压境,江东方面,孙权在诸葛亮努力促成和周瑜鲁肃等主战派的支持下,最终与刘备达成统一战线。 孙权将周瑜城普提为左右都督,命二人各率万鱼精兵前去与刘备会合共聚曹军。 孙权自己则负责后勤支援,陆续调发部队和民工,多载资粮运往前线。 至此,曹操与孙权刘备的一场大战遗失必无可避,一触激发。 公元208年10月,周瑜城普率两万水军速江而上,会合刘备刘其军按计划进入下口。 这时候,曹军还未到达,孙流联军鉴于敌众我寡,几方又处于下流不利的态势。 如果任凭曹操严将进入境内,在顺流情况下,必然迅速深入武警,难以拦截,动摇江东人心。 而且曹操远来疲惫,战绩难得,不亦拖延。 在经过一番讨论,联军决议先机制敌,以攻戴手,抢心实行一次攻势防御, 命关羽一部匪军留守下口基地,监视襄阳方向,阻止襄阳之敌沿汉水进入长江。 而后,刘备于周瑜,水陆齐发,夹岸西上,以江陵为目标,寻找曹军主力决战。 几天后,双方在赤壁遭遇,首次交战,东吴联军占尽上风,曹操因士族感染疾病,下令退到北岸。 由于北岸的乌林是水陆交通要道,陆路的华龙道又通往江陵。 曹操便将大军囤住于此,并转入防御态势寻找策略等待战机。 周瑜也根据战场形势在对面南岸驻扎,两军开始长时间的隔疆对峙。 11月,战机出现,曹操为士兵族克服风浪颠簸,下令将舰船头尾相连。 东吴行武风校尾黄盖,分析双方态势,认为敌众我寡难以持久。 又见曹军,舰船头尾相接,不利于疏散,于是向周瑜提出火攻计策。 周瑜听后,火速派人筹备柴草高油等毅然物资,准备发动决战。 就在周瑜紧锣密鼓进行火攻计策之时, 孙权为赢得最终胜利,压上最后一股筹码,积极准备开辟合肥战场。 孙权命卢江军中司马诸葛锦,天将军董席,广宁左司马雇佣, 丹阳太守孙靖,校尉孙桓,在卢江,京口,广陵等地实行战略扬动, 用以防御和牵制各地曹军。 待奏效之后,孙权两路齐出,命长使张昭攻当主,自己率兵攻击合肥。 一时间,人寒马司,君族转运,声势丝毫不下于荆州。 在合肥战场越演越烈,即将爆发的同时,势必方面已经决出胜负。 为保证火攻达到最大效应,黄盖以降书,骗得曹操信日, 将毅然物资塞满几十艘战舰,后面拉着备用小船, 外面罩上帷幕,上面插上崖旗,前往对岸投降。 当望见曹操迎寨之时,黄盖命各船同时点火,船上人员撤到备用走客, 使大船撞向曹军。 据史书载时风盛猛,千可间火船上岸,烟烟掌天, 曹军人马稍逆死者慎重,操败走华荣,退保南郡,渝备等,携水路共追。 华荣道全长三百余里,七点六十里的乌林路段和终点一百六十里的江陵路段, 必是高坦一行,但中段八十里的云梦沼泽区通行条件极其恶劣。 曹军到达中段后,有时遇到沼泽区形成的大雾迷失道路, 有时则道路泥泞不通,还伴随大风。 曹操令所有瘦弱士兵背草田路,但疾病与溃败心理加上恶劣天气, 田路兵族往往被惊慌撤退的人马冲撞箭塔陷入污泥, 大军在这里死伤大半才艰难通过。 曹操到达江陵后,鉴于部队损失严重,已经无力回天, 决定结束灭无作战并全线转入防御, 固守江汉平原,改令折冲将军越近守襄阳, 征南将军曹仁,横野将军徐皇守江陵, 自己率部退回北方。